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使用简体型的两种语法 首先第一个语法是小句节可どうか 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是否 还有第二个语法是一文字小句节可 それでは始めましょう,开始吧 那么首先第一个语法小句节可どうか 比如说有这样的例子 この料理は辛いですか?辛いですか?私は知りません 如果你想表示这样的意思的时候 可以使用今天的语法小句节可どうか 比如说这个的话 辛いかどうか?知りません 可以这么表示,是最地道的表达方法 然后可どうか的前面有辛い 这个辛い的形状就是简体型 关于简体型我们在前面的课程的时候已经学完了 那今天的话简单的复习一下 一形容词、な形容词、还有动词的简体型 那首先一形容词的简体型一起看看吧 辛いです,这个是进体型 比较有礼貌的表达方法 然后这个辛いです变成辛いかどうか 这个部分辛い就是简体型 然后今天的话后面接 辛いかどうか、辣不辣、是否辣 然后下一个 辛くありません或辛くないです 变成辛くないかどうか 这个部分辛くない就是简体型 然后这边辛かったです 变成辛かったかどうか 然后这边辛かった就是简体型 然后下一个辛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辛くなかったです 变成辛くなかったかどうか 前面辛くなかった就是简体型 那下一个是那形容词的简体型 好,那继续看看那形容词的简体型吧 きれいです,它是那形容词 きれいです变成きれいかどうか きれい就是简体型 きれいではありません或きれいじゃありません 变成きれいではない或きれいじゃない 然后今天的话后面接かどうか 然后继续 きれいでした变成きれいだった 这是简体型 然后今天的话后面接かどうか 然后最后 きれい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きれい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变成きれいではなかった或きれいじゃなかった 这是那形容词的简体型 那接下来一起看看动词的简体型吧 以上是一形容词那形容词 还有动词的简体型 今天我们学习的两种语法呢 都需要简体型 好,那么继续看看例子吧 部屋は清潔ですが知りたいです 使用今天的语法表示的话 部屋が清潔かどうか知りたいです 然后这边有かどうか 然后前面是简体型 另外呢 很多时候 这个前面的わ变成が 对 所以部屋は清潔ですか知りたいです 变成部屋が清潔かどうか知りたいです 如果是吃到菜 辣不辣的话 この料理が辛いかどうか 这样 前面的わ变成が 这是使用这个语法的时候的规则之一 然后接下来 别的例子 今年の夏九州へ行きますか 分かりません 使用かどうか的话 今年の夏九州へ行くかどうか 分かりません 日本人聊天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说这样 行きますか 分かりません 我们还是使用这个 かどうか 是地道的表达方法 那今年夏天 大家有什么计划呢 私は沖縄が好きです なので私は沖縄へ行きたいです でも 今年夏天 情况会怎样 我也不知道 所以 今年の夏沖縄へ行くかどうか 分かりません 还不知道 那么第二个语法 一起看看吧 好 那第二个语法 第二个语法是 包含一文字的小句 后面接か的语法 那我们先看例子吧 どの料理が辛いですか どの料理が辛いですか 知りません 这个使用今天的语法的话 可以这样 表示 どの料理が辛いか 知りません 第一道的表达方法 就是这个下面的 どの料理が辛いか 知りません 日本人不会这么说 那 前面这个红色的部分 这个是一文字 どの料理が辛い 简体型 然后后面接か 知りません 这是今天学习的语法 包含一文字的小句 这边 然后在后面接か 然后怎样 どの料理が辛いか 知りません 那继续看看 其他的例子吧 今朝 何を食べましたか 何を食べましたか 忘れました 那这个地道的表达方法 该怎么说呢 是 何を食べたか忘れました 前面这个部分 有文字 然后 肌炎体型 后面接か 何を食べたか忘れました 好 那继续 第三个例子 誰の部屋が一番きれいですか 这个きれい 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干净 还有一个是漂亮 誰の部屋が一番きれいですか 然后 或者说 誰の部屋が一番きれいですか 分かりません 但是这么说的话 不是地道的 那 用使用今天的语法的话 该怎么表示呢 是 誰の部屋が一番きれいか 分かりません 这个部分 是包含一文字的小句 誰是一文字 然后呢 这边 きれ 是简体型 然后在后面接か 誰の部屋が一番きれいか 分かりません 所以呢 今天我们学习的 这两种语法呢 都需要简体型 那么我们一起练习吧 练习しましょう 那首先 使用第一个语法造句吧 第一个语法是 简体型的后面接 可どうか このケーキは甘いですか 知りません 这个该怎么表示呢 是 このケーキが甘いかどうか 知りません 可どうか 这边是第一个语法 然后前面 甘い 是简体型 那第二个 今年日本へ行きますか 这时候也使用 简体型 明日何時に出発しますか 忘れました 这个使用第二个语法的话 该怎么表示呢 出発します 这个部分 简体型是 出発する 所以 明日何時に出発するか 忘れました 这个部分 出発する 简体型的后面接 可 那继续 どの店が一番有名ですか 知っていますか 有名です 简体型是什么 是 どの店が一番有名か 知っていますか 有名是那形容词 所以简体型是 有名 然后后面接 可 それでは今日の授業はここまでです 大家辛苦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订阅 点赞我的视频吧 那么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再见 大家好好复习哦 哦 刚才会的视频 谢谢 请订阅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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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